Hello 各位 我是路易斯 上一集我幫DJI Leo 改了五頁獎 我上網都見很多人都跟著我改 改得都不錯 不過有組裝穿越機的我 覺得都是改得還未夠 所以今集我會將四隻馬達 改了做真正穿越機用的高效能馬達 原先我就想拆開部機 看看它的線的走位 打算改靚一點 直接在底板直接拉線過去馬達 會比較完美一點 但是在我拆開所有螺絲 揭開機殼 看過底板和線的走位之後 發覺這樣改法 真是很高難度 所以在改之前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條影片 是我拆開部機的過程 首先要拆螺絲 一定要撕掉機背的貼紙 用風筒救到最高溫 吹它一分鐘左右 這樣就很輕易可以撕到貼紙出來 對了,經過高溫 吹溶了一些膠水之後 就是這麼輕易可以撕出來 然後可以用星批拆走十口螺絲 插電池的幾塊銅片 下面也有一張貼紙 差點看漏眼 又要用風筒吹溶 最後一張貼紙都撕走了 接著可以開蓋 要很小心 因為有一排導電帶 連接機底的光流定位感應器 看到摩打的十二條線 傷死了在這裡 很難抽出來 所以用第二個方法 摩打就讓我找到這一款 1103 11,000 KV 適合2S電池用 高度比原裝摩打高一點 希望裝了螺旋槳 都可以裝保護網 改摩底的方法 就是剪斷摩打線 都算是沒有辦法之中的一個辦法 然後當然就是新摩打三條線 全部加上12條線 還要逐條線刊接之後 用熱縮膠包住 防止短路 我刊好一隻之後 現在蓋上蓋子 裝一顆電池上去 試一下改了那隻摩打 懂不懂鑽 現在開機試試它 OK 駁電的Self-Tax有反應 現在駁電的搖擺器 試一下推油 看看是否會轉 都會轉 那即是OK 可以繼續改了那三隻摩打 我每一顆摩打的螺絲 都放螺絲膠 穩陣一點 終於大功告成 四隻改了 插電 試一下是否四隻都會轉 試摩打 千萬不要緊急 裝了螺絲膠 如果不是呢 非常危險 鋪機了 轉了手動擋 給油 都會轉 停了 因為是它感測 在摩打轉動 但是飛機靜止的狀態 它會停機 然後再放十口螺絲 希望不用再拆 始終都是改裝 所以電線露出來 我們用這些尼龍質的膠布 封 它 包到它靚一靚 除了好看之外 還可以保護那三條電線 不會說一撞機就會撞斷 可以裝掌了 今次我選了兩吋的四葉掌 我想保留一點加速力和穩定性 所以用四葉掌可以平衡兩方面的效能 OK 掌都安裝好了 究竟能不能放到保護網呢 因為我看到它的摩打高了 掌都凸了一點出來 因為這部機經常都需要用到掌心起飛 和接機 所以有保護網會比較好 看來應該安裝了下去 都不會頂住螺絲掌 改好之後 沒有網的話 究竟是多重的呢 重134克 幸好跟原裝都不是相差很遠 馬上拿出戶外試飛 好 現在先做一個原停測試 開機了 未飛了 現在跟上次一樣 都是飛到低電自動降落 看看總共的原停時間是多久 測試到它的續航能力 聽到螺絲掌聲 其實又不是很吵的 可能這裡空曠 好 那我們內心等候 就等到結果 一段時間後 好啦 越響越密 那個響聲 好 始終也頂不住了 現在降落 好啦 都是Soft Landing 不會說斷電跌落地 圓停了12分46秒 至於改了摩打 有沒有吵過原裝機呢 大家聽聽有什麼分別 好 今天適逢這個大潭水壩排虹 立刻可以試DJI Leo 換了摩打 好 試一下先 喂 它出去了 先回來 好怕你跌落水 下面是水來的 現在先站進去 對了 現在還未安裝濾器 待會安裝濾器 都OK 水聲比螺絲掌聲 大家應該聽不到螺絲掌聲 好了 好了 回來了 試其他東西 試一下航拍了 先拔個搖晃器 先拔個搖晃器出來 先拔回DJI Fly 衛星都收爆了 快點起飛了 應該沒事的 應該沒事的 收足衛星 有水都不怕 下一個濾器 好快 今天這麼猛太陽 弄了NG-16 應該都不錯 水位的濾器 一吸進去 就裝好了 好 今次真的起飛了 這裏 通常都是比較大干擾 立即變成姿態模式 現在 好 現在又收回衛星了 通常都是這樣 好奇怪 防拍一下 防拍一下 大潭水化 都是用這裏 鎖定 鎖定主體 然後 混鏡 去吧 停止 進去 有些變成 鍵 動作 開拍 進去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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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开数200 快门再慢点 60 差不多了 好 勇气 可以起飞了 很漂亮 水面的反光也少了 很漂亮 有没有留意速度 我换了火打之后可以去到 50公里 60公里 不能撑 开数摩打 真是跌改 由左边切入 水壩下面 很棒 做任何动作都没有难度 现在 飞了4分钟 还有64%电 不知道大家头晕了吗 没有头晕了 很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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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水壩下越来越多人 所以今天这条片也飞到这里 喜欢这条片立刻点赞 订阅 下一集再见 拜拜